那么在这个瘦泼世界 舍在书 帮助我们 提升的 这种善缘少啊 帮助我们退转的 这些逆缘呢 太多太多 你所见的 你所听的 你所接触到的 无不是退缘 都是叫你退转的 我们要晓得 只有 佛菩萨帮助我们 坚定性命 我们愿不愿意 请进 那佛菩萨在哪里 佛菩萨 无处不在 佛菩萨 无时不在 你是我没看到 那是你没晓慧 你没有清净心 你也有清净心 你也有晓慧 你就见到佛菩萨 这一句 阿弥陀佛 是佛了 一句 观世音菩萨 是菩萨了 你知不知道 知道啊 一念就清净 你不念就不清净 一念佛 佛在你心里头 你念菩萨 菩萨在你心里面 心里头有佛菩萨 退远就没有了 你只有进 没有退远 是不是这样 这个话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 可是转身就忘掉了 心还是被外面境界所转 这什么原因 神经美魄 念念享受身体 在这一生一世当中 把这个身体看得太重了 不仅这一生 生生世世 人死了 还有个中运生 他也是看得太重 所以他还是在退传 还是得不到解脱 不知道这个身是假的 不知道这个身体不生活 你把它看得那么重 你都快吃大了 什么生活呢 给注意说 阿弥陀佛生活 我心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母心 你们常常念 三十七年法四 中风禅思 不是这样子说的吗 他说的一点都不错 你们念的多了 几个人肯定承认 我是阿弥陀佛 我是观世音菩萨 几个人承认 你不肯承认 那有什么发生呢 你要承认这个臭屁狼生活 这就是你退转的第一个因素 根本的因素 我们要真正 如你一头世尊的红月 世尊在经教里头 常常告诉我们 变法界虚空界 是一个自信亲近人民体 是一体 圣福一体 圣福不二 身是众生 福是祝福 弥陀是祝福的总代表 所以 六根 在六层门头 动摇了 这个时候是 这个时候叫迷了 一动就迷了 怎么办呢 赶快提起 提起正念 提起正觉 什么是正念 什么是正念 什么是正确 就是阿弥陀佛 记住 祝福菩萨的名号 就是正确 就是正念 古大的常习 不怕念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念是什么 自私自利的念头 明文立阳的念头 在五语六层 其贪嗔痴慢的念头 念头起来 就造轮回也 念头才起 意在造业了 开口呢 口造业了 行动呢 身造业了 这很可怕了 不能不知道 所以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这一言句话 是非常重要的警惕 学佛人 特别是尽忠同学 念念不利 阿弥陀佛 成就自己 念念不利 观音菩萨 救护众生 帮助苦难 众生这个时候 你是观音菩萨 放下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就是阿弥陀佛 用阿弥陀佛 成就自己 用观音菩萨 帮助别人 这样才能够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